大家好,我是清风乍起,就等你了 今天介绍大家盼望已久的美食第一神剧 《孤独的美食家》2023除夕特别篇 五郎叔好久不见了,大家都来打个招呼吧 上来五郎叔就整了一份炸猪排咖喱盖饭 他说了声我要开动了,咬起一勺吃了一口 咖喱浓郁,口感微辣,味道相当nice 五郎现在是在东京电视台的食堂吃饭 五郎是被电视台的一位制作人喊来的 两个人寒暄一番后,制作人就开始色咪咪的打量五郎 唠唠叨叨没完,五郎说能让我先把饭吃完吗 然后制作人就开始盯着五郎吃饭 五郎鸡皮疙瘩掉了一地 这个电视台的人怎么这么变态呀 制作人说想让五郎参演东京电视台除夕夜的开运健保节目 五郎脑海里立刻浮现出 他被喊上去鉴定一个法国著名工匠加莱制作的花瓶 五郎小心翼翼的说这个花瓶应该是假的 他犹犹豫豫的说苹果图案有点淡 叶子的轮廓像假的 有人大喊你给我裹断点 五郎忙道歉 结果撞在桌子上差点把花瓶给摔了 五郎紧张不已 慌忙逃离了录制现场 想象到这里 五郎坚决的说他不参加 然后拎包就跑 制作等一群人在后面纠缠不休 挽留五郎 说五郎是他们压的最大的宝了 五郎撒压子开溜 一群人对五郎围追堵截 五郎假装考虑 突然加速甩开众人 并躲在树后 等那群人追过去后 他从旁边溜至大吉了 五郎心想 去年除夕送螃蟹 前年放烟花 今年让我上节目 我上辈子是造了什么孽呀 此时变态制片又打了电话 说给五郎两倍的通告费 五郎直接把电话挂了 心想东京电视台都是什么人呐 这是人干的事吗 然后五郎就录了个电话留言 说自己年节期间无法接听电话 1月6号再联络 然后把电话放到储物箱里 去冲绳旅游去了 在海边 他戴着小墨镜 吹着海风 喝着果汁 这形象像极了龙哥 另外烤肉甜品 饮料水果 尽情享用 五郎这次玩的有点大呀 突然一群人围住他 击鼓唱歌 五郎举着硕大的烤串 悲愤的想 这是怎么了这是 我这还怎么孤独呀我 当然了 这一段又是五郎的想象 实际上2023年12月29日 五郎来到了冲绳县 国头郡 金龟仁村 五郎去玩水族馆 买了件T恤 在古雨利大桥上溜达 这露旗装穿起来 分外妖娆 旁边的小姑娘看得直乐 五郎这小身板 怎么越吃越瘦啊 这十几年都白吃了呀 五郎伸了个懒腰 突然冻得直哆嗦 他只好换回了万年不变的西装 刚换上突然就饿了 必须赶紧吃饭 立刻 马上 于是他开上租来的小迷你 去找饭馆 开着开着 他就看到了一家饭馆 他直接开了进去 那是一家食堂 正是五郎的最爱 走进店去 发现这里的店员 都是大姨大妈 大妈热情的招呼他坐下 他抬头看菜单 但菜单他看不懂 大妈给他介绍 里面有炸猪脚 五花肉配豆腐和蜗具 还有排骨什么的 而五郎当机立断 点了炸猪脚套餐 就见厨师正热火朝天的 炒着圆白菜豆腐和五花肉 色香味俱全 而炸猪脚在油锅里 沙沙作响 很快炸猪脚套餐 就做好端了上来 有炸猪脚和炸豆腐 花生豆腐 白米饭 冲绳汤面 还有腌牛棒 拳头大的炸猪脚 淋上特制酱汁 看上去就想啃 五郎夹起块猪脚 咬了一口 出乎意料的软烂 肉筋和肥油太香了 但一点也不油腻 他一口口的啃着 享受着和猪蹄的浪漫邂逅 吃完一块再来一块 肉筋弹弹的很地道 甜咸的酱汁 口感颇佳 隐隐的大蒜的味道 刺激食欲 他配着米饭 一口口吃的很爽 而那个油豆腐也太好吃了 豆香浓郁 竟有种喧宾夺煮的感觉 接下来是那碗冲绳汤面了 清凉水润 满眼的筋道 五郎夹起挂面条 吸溜进嘴里 不是荞麦面 也不是拉面乌冬面 但却是那么的好吃 口感超棒 此时进来一位大叔 说他来吃全世界最好吃的炒面丰了 五郎听吧 蝉咸炖起 立刻说也给他来一份 全世界最好吃的炒面丰 接下来就是那块 白白嫩嫩的花生豆腐了 用筷子切断时 感觉弹力十足 吃一口有浓浓的花生的香味 口感弹滑 五郎吃的眉开眼笑 感觉这家食堂推棒了 此时平底锅里正翻炒着面丰 炒好后就端了上来 里面有面肤五花肉 还有白菜辣椒胡萝卜 热热乎乎香飘徐徐 五郎夹了一筷子吃 面肤异常蓬松柔软 味道柔和扎实 五花肉越嚼越香 真的太好吃了 五郎一筷子一筷子的 吃的上气不接下气的 他认为这个炒面肤 当得起世界第一 端起米饭碗来配合着吃 米饭配炒菜 五郎的最爱 五郎吃的热火朝天 勿我两望 吃完结账时 大妈还送给他一袋冲绳开口笑 就是一种小点心 五郎高兴的感谢 这五朵金花 12月30号 五郎来到了冲绳县名户市 他跑到观光协会 询问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美女给他介绍了拖拽伞 站立滑水 琉球玻璃制作 冲绳民谣体验等等 但五郎都不感兴趣 美女坐到他旁边说 他想了解五郎 说只有了解五郎 才能知道五郎喜欢什么 问他姓慎名谁 何时何月 出生在何时何地 国中高中时 参加过什么社团 半小时后 五郎走出了协会 他依旧没有找到喜欢的项目 那位美女估计很气馁 他正在海边漫无目的地走路 突然将一位大哥撞进了海里 那大哥腿被摔坏了 被抬上救护车 那位大哥突然攥住五郎的手说 拜托你了 他们就交给你了 然后大哥就哎呦哎呦地开走了 留下五位美女和五郎相依为命 五位美女是演唱冲绳民谣的 正在巡演 领队叫小玉 五郎将那袋开口笑送给他们吃 一群人吃得很高兴 小玉还往五郎嘴里塞了一个 五郎嚼了两口感觉很好吃 就是有点噎的慌 他想要点水喝 但是五个美女吃得正欢 没听见求救 五郎只好启动汽车 利用惯性把开口笑甩进了胃里 半路上他们还买了黑糖红豆爆冰吃 五郎开始说不吃 但看他们吃得很香 于是也悄悄地过去点了一份 白冰红豆黄炼乳 搭配很漂亮 五郎一口口地吃起来 黑糖胃苦 炼乳浓香 冰冰凉 好味道 里面竟然还有汤圆 软软糯糯的 五郎吹着海风吃得很惬意 之后小玉还说服了五郎 演一个逗观众开心的角色 五郎抹白了脸 敲着手骨很是滑稽 但表演得还不错 小玉喊他去台下跳舞 五郎放飞了自我 跳得很疯癫 真是逃过了东京电视台 没有逃过小玉呀 突然他看到小孩子在吃东西 于是他顿时就饿了 必须赶紧吃饭 他赶紧卸了庄 把车钥匙给了一位路人大哥 让他开车带五位美女巡演 然后就开始到处找吃的 他想吃点能量大的食物 把跳舞的消耗补回来 他跑来跑去 最后看到一家店 里面的客人吃得很香 五郎走进去 看到菜单上有牛排 烤鸡 蛋包塔 塔可饼什么的 性命要紧 他很快就点好了餐 而他点的墨西哥塔可饼 也很快做好端了上来 金黄的玉米饼 里面是蔬菜 下面是肉末 看起来不错 五郎赶紧说了声 我要开动了 在上面淋了一勺辣酱 捏起来咔嚓就是一口 玉米饼松软 肉馅浓香 各种蔬菜很清爽 但是辣酱的味道很冲 越嚼越刺激 接着他又在下一卷上 淋了两勺辣酱 如此吃起来 辣香十足 让人欲罢不能 此时他点的三分手牛排做好了 美女店员让他加点牛排酱吃 一位大哥要了山葵盐调料 五郎不甘落后 也要了一份 那煎牛排看上去可真嫩啊 纹理清晰 色泽浓郁 肉感十足 呼呼冒着热气 他忙把调味酱抹匀 切了一块牛排 送进嘴里嚼起来 鲜嫩多汁 肉香滚滚 每一口都汁水泛滥 太好吃了 接着他在上面抹了山葵酱 撒了盐 如此吃起来 更显口感丰富 层次感拉满 他对刚才那位大哥说 山葵盐果然好吃 大哥笑笑离开 深藏公寓名 牛排吃半截 他又开始吃墨西哥卷饼了 大度一张 三口两口就干掉一个 五郎的嘴可也太大了 他越吃越开心 很快把客人都给吃没了 就剩他一个人孤独的进食了 然后他就开启了 风卷残云 云淡风清 清风榨起模式 把牛排切成块 放到白米饭上 一口口往嘴里送 白米饭果然是值得永远托付的伙伴 最后他依依不舍的 吃掉最后一块牛排 吃干净白米饭 这顿饭总算圆满了 12月31号 五郎来到了冲绳县纳坝市 他正走着 突然看到了那个 被他撞进海里的大哥 吊海大哥说 他要去给母亲送马蜀 因为母亲最爱吃这个了 妻子说他伤美好 不能去 但吊海大哥不同意 于是两口子拼命拉扯起来 五郎无奈的说 要不我帮忙跑一趟吧 吊海大哥立刻钻住五郎的手说 拜托你了 五郎问送去哪里 大哥说台湾 五郎想跑 被大哥两口子按住 一个小时后 飞机降落台北市 他背着一大袋子马蜀 拦住三位姑娘问路 三位姑娘好一番指点 才让他顺利的坐车 到达了目的地 吊海大哥的母亲高兴的说 他最喜欢吃儿子做的马蜀了 还分了五郎一些 五郎刚想走 被大娘按住 飞给他按脚 大娘的手劲特大 给五郎按得三魂出鞘 七魄升天 丝袜乱叫 大娘说你太疲劳了 然后一用力 五郎的惨叫声 差点招来警察 按完睡了一觉 五郎感觉浑身舒畅 赞叹大娘的按摩功力 太厉害了 正赞叹着他突然就饿了 必须赶紧吃饭 立刻马上 然后他就又开始到处找吃的了 他一路寻找 看到了很多的美食 但最后他看到一家叫 长白小管的饭店 招牌上写着酸菜火锅 他感觉吃火锅跨年最合适了 于是高兴的走了进去 店员热情招呼他坐下 给他送上菜单 最后他点了一锅酸菜猪肉 外加一份羊肉和一份牛肉 店员告诉他 可以自制调料 他到调料区舀了两勺芝麻酱 半勺豆腐乳 半勺蒜泥 半勺韭菜花 一勺葱花 和一筷子香菜 很快他的锅子就端了上来 猪肉 羊肉 牛肉 武郎说 你这是三生有幸的吃法吧 酸菜猪肉亮闪闪的 咕嘟嘟冒着气泡 酸香飘散 武郎赶紧说了声 我要开动了 加起超多一筷子酸菜白肉 在蘸料碗里滚了滚 开始往嘴里塞 这一都路太多了 武郎的大嘴都不够用了 但是香浓酸爽的味道 让他欣喜若狂 真的太得劲了 就是这个味道 接下来 他就用猪肉卷了酸菜 一小口一小口细致的吃 越吃越爱吃 他认为猪肉配酸菜 美味提升了至少一百倍 他可太爱酸菜猪肉了 连那块多汁的豆腐 都让他赞叹不已 滋味了得 接着他把牛肉和羊肉 一起放到锅子里 然后去调料区 舀了一大勺辣椒酱 一点酱油 一点豆腐乳 半勺蒜泥 还加了香菜白糖和葱末 以及柠檬汁 他先加了一块子牛肉 送进嘴里 酸汤牛肉口感扎实 十足的美味 接着再加一块子羊肉 实劲裹满酱料 送进嘴里嚼 羊肉的鲜味 一马当鲜 突围而出 任何调料 也掩盖不了羊肉的鲜香 又酸又鲜 味道不一般 然后他就开启了 狼吞虎咽 咽了再吃 吃了再厌模式 将酸菜 猪肉 羊肉 牛肉 轮番往嘴里输送 吃的手忙脚乱 却有条不紊的 今年跨年夜 他吃的最实在了 他甚至有点感谢 吊海大哥了 这一顿酸菜锅子 吃的他上气不接下气 浑身冒热气 吃完出来 挺着猪牛羊成群的肚子 他决定去逛逛夜市 因为他听说 台湾的夜市很好逛 于是他就来到了 饶河街夜市 各种美食 琳琅满目 目不暇接 哎呦 这碗卤肉饭 看起来很不错 我好想吃的三碗呢 最后他来到一个 米粉摊前 比划着 要了碗米粉和干拌面 果然五郎跨年 是要吃面的 他夹起一块子干拌面 吸溜进嘴里 心里连说好吃好吃 拌面的酱料 简直一绝 吸溜了几口面条后 他又开始吃米粉 米粉坦坦的 口感挺特别 他左右开工的吃着 这个跨年夜 他吃的很扎实 本集中 咦 这次怎么没见九猪叔呢 生活中 总会遇到很多意料之外 唯有美食 可以抹平一切不快 孤独的人 却总是被人拜托 幸好遇到的美食 都没得说 所以不要抱怨 生活的刁难 也许他想给你的 是一场盛宴 好了 我要去做饭 孤独白 下次见